為何說公信力和中立性會受到近期香港社會的關注呢? 就是因為在今年的年中,五月尾和六月, 分別就是有三位法官,他們匿名地向一份報紙公開地表達了他們反對這個修禮。 亦有一位法官,他是真名實姓地參與了一些公開的聯署。 如果我們出現了這些事情之後,很難阻止市民心目中會有一個疑問。 那個疑問就是,這些法官,當他如果審訊一些案件, 那些案件,他是跟他政見不同的,特別是高調支持修例的人士的案件的時候, 他是否可以保持中立呢? 我想一個匿名的法官已經夠大家擔憂了, 還要有三個。 究竟他們是低級的法官呢? 還是高級的法官呢? 那些現場年齡裡面,會不會又有這幾位匿名的法官呢? 我們明白的,主席,要調查匿名的人士, 那個調查的過程是很艱難的。 我們有時候在委員會,有人去涉物, 我們就會是所有的成員都會簽回一份法定的確認書。 那個確認書就是說自己不是那位匿名的人士, 那個簽下去,並不是那麼容易的。 因為你是要說一個謊話。 我們認為,起碼這個程序都要做的。 如果不做,司法機構無從向公眾交代, 究竟現在這三位法官是審什麼案件呢? 我們讀法律的人都很清楚。 其實,正義的女神, Lady of Justice,她的眼睛是蒙著的。 即是說她持任何的政見, 其實不會影響她。 我們當然知道,法官都是人, 她是有權持有自己的一些政治的看法。 但是她是不應該公開去表達。 而表達又用匿名, 但是又要說自己是法官。 產生了公眾覺得法官是有反對修例的效果, 而又不需要負上法律和其他責任。 這個呢,是我們認為是很不應該的。